哈喽 早安 帶您來關心民宣重大議題 搭公車將來有可能要再變貴了 我們一早來到台北車站的公車站這邊 有不少上班族都在等待要搭公車上班 不過我們現在公車的運價其實是23元 而一段票民眾收費是15元 提高剩下的金額皆是由政府補助 不過接下來雙北業者都是反映 在公車營運上面成本大幅增加 所以有些吃不消 希望可以把運價提高到新北市是提高27元 而台北市則是提高到29元 會有這樣子希望漲價的幅度 最主要就是因為疫情的三年期間 公車的運量其實是大幅的減少 因此成本也大額的增加 另外就是近期政府都有在推動電動公車 因此車站增設充電裝等等的成本也是有增加的 因此不少業者都是期盼可以再增加這個客運 以及公車的運價 不過到時候到底是多少是民眾負擔 以及政府負擔 都還有待進一步的討論 以上現場的最新 我們到此間盡頭 在棚內主播